珍南威爾士州的拜倫灣是著名的旅遊區 這裡的主海灘除了游泳也是滑浪勝地 不過畫面見到的已經是兩年前的事 同一個海灘現在已經變成這樣 昔日的水清沙又不見了 海浪能夠直接衝擊崖邊 原本的沙灘接近消失 風暴潮有時的確會令海沙流失 但這次另有內情 由保育人士提供的衛星圖片可以見到 在今年年初主海灘仍然是正常 但由8月開始情況急轉直下 到了10月時因為沙實在太少 連調動救生設備也有困難 救生員被迫關閉沙灘 海沙流失是因為澳洲這一帶的洋流 以逆時針方向沿岸流動 同時帶動岸邊的沙 所以東邊海灘的沙會向北走 而主海灘的沙就會向西走 本來上游的沙應該會流入來補充 但因為有個突出的海角 洋流繞過的時候受阻 上游的沙流到這裡就停下來 稱為海角繞渡現象 結果主海灘的沙只有流失 但沒有補充 一面倒加速侵蝕 專家指出當洋流的方向改變 主海灘的沙有機會恢復 但什麼時候發生很難說 可能要幾個月以至一年 而且氣候變化也會左右洋流 類似的海沙流失在香港也發生過 2014年赤柱淨灘、深水灣等多個泳灘 也出現過海沙流失 而水流也是因素之一 有線電視記者郭惠儀報導